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才少年的YouTube频道 高考加油 不管你是学子还是无辜社会的大哥哥、小姐姐们 当你点进这个视频,恭喜你,没有奖励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将它看完 也许你的明天会有不一样的改变 最近我发现一部评分高达9.6的番剧《强风吹服》 如果不喜欢看动漫的人,也请你能够继续看下去 它真的和那些谣言见惑完全不同或发誓 这部番剧没有来人喜欢的大波长嘴姐姐欣赏 有的只是一群大老爷们的运动故事 运动题材大多数都是冷门的作品 更何况,它选的是很多人都讨厌的田径项目 跑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烦躁的 从初中到大学的1000米和800米 就让很多人头疼 而里面的角色也几乎都是被迫跑步 讲道理说实话,很难受有无忧 就算有人乐爱跑步 可你敢想象你在跑步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穿着拖鞋搅当自行车的欧巴 一脸欢喜地问 你喜欢跑步吗? 喜欢的话就来我家跑 我家可以跑步哟 咳咳 那我这个人就莫名其妙地和欧巴的红居了 其实不过是因为没有钱租房子 我爸说只要跑步就可以房租便宜 事实也确实如此 一栋不大不小的宅子 收费却极其的低 甚至如果没钱那就先欠着 等有钱再给 而里面住着十个男人 每天细细打闹 关系 全部处得不错 这种场景 其实是很多男生蒙面以求的时刻 包括女生 也是 庆祝能有一群一起打闹的朋友 真的 别提有多开心 可是这里是一个传销组织的窝边 脚踏自行者那位欧巴 名叫惠厄 是这次传销行动的老大 在所有人开心地欢迎新来的访客阿走时 有人提议去旅行 而会有的建议去一种名叫香根的地方 那怎么去呢 动车 飞机 自驾游 不不不不 跑步 你没听错 跑步 最恐怖的是他面带微笑 然后还露容其次地说出了这种可怕的话 而为什么跑步 因为在香根有一场比赛 名为香根异传 那是一年一度和日本大学生竭力田径比赛 和大伙会同意参加吗 当然是拒绝 有病吗 好好的生活不过 去参加跑步比赛 这里的人大多数 都是快乐肥宅 但是进入传销窝点 还有跑的理由吗 灰尔也终于打排关于访租的事情 之所以可以拖欠 甚至那么便宜 还包早餐 这不是慈善主持 而是观众大学经济部的田径社团 周青庄 之后投稿十个人组团才可以去参加香根异传 而这不知不觉踏入陷阱的九人 卑鄙无奈 也只能应付一下 而说到这里 其实很多人都会认为 已经采透了这部作品的过程和结局 或许正如你所想的这部过程坎坷 结果不服输的精神最有取得胜利 可是你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年轻人的叛逆和容易放弃 我们的心理终归不是坚弱磐石 我们遇到困难的第一个念头 有可能就是放弃吧 更何况这本来就不是自己主动参加的事情 心理活动的变化和自我的否定 早就有这部作用的成功 你无法想象会要为了激起 所有人心甘情愿参加比赛 花费了多少的心思 你也无法想象这十个人表面欢笑 吃着背后所隐藏的故事 而每一段故事也不知道是风吹的 还是我真的长大了 一看这种过往云烟的青春回忆 总会想要落泪 另外 想跟异传作为日本顶级马拉松比赛 并不是报名就可以参加 他们要求全员需要跑出 5公里19分钟左右的成绩 这意味着什么 正常高中以及大学体测 1000米合格的标准是4分30秒 在这种前提下用成法 5公里是22分钟30秒合格 其多人连体测都过不了 更别谈是16分钟跑完 即便有人说出 自己3分钟跑完1000米 可在5倍距离的情况下 时间不是3分钟乘以5 这么简单 能量的耐力 会使得时间推移而开始下降 时间也仅剩下半年 那些快乐肥宅 在高强度训练下 几乎咬了他们的脑瘍 而故事 也就是从他们起早谈黑的训练 开始推进 阿雪 身为常人口中的天才 仅有一点的时间 就通过4分考试 可是他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却隐藏了一颗 对家庭不满的内心 他的母亲改嫁了 他的一切努力 似我都不出流水了 他认为他拼子拼活 想要让母亲幸福的梦想 却被他人那么容易地搞定了 他恨自己没有能力 所以 他开始无拘无束 从一开始被人说成了书呆子 变成了整天 跑在俱乐部的花花公子 可是 在相跟异传的战斗中 异常看似自我堕落的语程 也终于将落幕 他解开了这个心结 因为会问他激昂呐喊的一幕 在他脑中徘徊 还有伙伴的鼓励 为了回应 他在领动的环境下 疯狂冲刺 完成交接的时候 他几乎已经跪趴在地上了 双脚 全是鲜红的血液 在冰冷的雪花下 反而衬托出一种 莫名的心痛 而King 也和灰恶一样 是即将毕业的学生了 他最烦恼的事情 就对未来迷茫 因为他的求知之路 四处碰壁 因此内心的窩火 很难控制 一至于在足形状中 动不动就发脾气抱怨 他已经是大人了 他真的没有时间去跑步 他还需要赚钱 他还需要为了未来去努力呢 不过之所以放弃 这不过都是借口罢了 因为在他看来 他根本无法入选 预计浪费时间 不如好好去投简历 而这 就对应了那些途径毕业后 在北漂 或者为未来奋斗的人群 以及高考的那些人 他们的心中也没数 会不会考不好 考不上大学呢 会不会失利呢 万一没考上 怎么办 一系列的问题 开始内心出现 以至于情绪无法控制 最后 将自己置身于 紧张的氛围中 其实不必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因为 只要你有努力 终归 就会收获自己的成果 很多人会认为这句话 是鸡汤罢了 其实不然 对于努力大多数人 都理解错了 并不是说 以前没怎么读书的人 突然之间 我好好读书了 一天看两个小时的课本 我已经很努力了 偶心自问 你真的努力了吗 在强风吹拂中 你才会见识到 什么才叫努力 所以 那些真正发自内心 去拼斗的学子 一定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否则 你的努力 还真的会有可能 前功惊奇 心态决定一切 用这部作品的一个弹幕 送给那些努力的高考学子 以及在外奔斗 或者打拼的人群 前方 没有高能 一切 都是如其而至 没有天赋的人 可以后期努力 有天赋的人 都在努力 你有什么理由去拒绝 而哲哲这一说法 最佳人选 就是里面的王子 他可以说是这部作品中 人物构造最优秀的一位 可他却是长人口中 真正的废宅 他喜欢漫画 自相古怪 圣板 更是洛德 让人无法直视 如果说其他人 只是业余 甜心成员 那他估计 连业余都爽不爽 因为他的跑步经历 怕是只有在漫画世界中 幻想的时候 才会出现 而在现实中 跑步的王子 简直 都有丧尸的花生 例如 这样 这样 你无法想象 就是这个 若不经风的小伙子 硬生生跑出了 是有份27秒的成绩 这期间 他到底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只有他自己知道 额度同King一样的内心 还有双胞胎 成泰和成姿 他们是在通过的初选后 他发现 他们一开始迈出的脚步 根本就是无用功 即便他们努力了很久很久 获得初选 可是 他们能够得到第一吗 内心的自我否定 再次出现 他们好不容易 自己接受了 想跟遗传 这个远达的目标 可是却在后来发现 不过就是如同King所说的一样 浪费时间罢了 梦想就在努力之后 才会发现 根本就是遥不可惜的存在 那么久以来的努力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迷茫还是迷茫 我又说过 长跑的目标不是为了更快 而是为了更强 强在哪里 强在突破自己的顶点 顶点从来就不是冠军 跑步一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更何况 是在魔鬼般的训练下 为了训练 为了各具人看过训练 都要承受许多痛苦 以及来自团队中的各种矛盾 他甚至 那道趴下去了 却依旧没有对其他人保佑过 而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那些人 是他的伙伴 是他一起追梦的伙伴 他回合从一开始的逼迫 到现在 他们自己的心甘情愿 如果去问所有人 总有后悔吗 那当然 是绝对不后悔 包括双胞胎兄弟 也是如此 他们最后 还是振作起来 只因为那些伙伴的鼓励 而在现实中 很多人探入自暴自弃的漩涡 总归 还是因为没有遇到真正 能够拉住自己的贵人 而在故事的结尾 其实也不用管他们 到底有没有得到冠军 就如同高考一样 我先前说过 只要努力 就会有收获 可这世界真的有很多意外存在 即便你真的努力了 却依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所向 苦毒十一再 不是为了这一场大考吗 其实 从一开始定下目标 跨出那一步后 你的内心就绝不后悔 努力的过程会获得经验和见识 以及那非人的毅力 还有态度和习惯 这些都是伴随你一生的宝藏 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 很多都是让我们去探索 那未知的世界 却很少能告诉我们 要倾听自己的声音 去认清真实的自己 我会一额鸽 就是带领大家 见识到的自己真正的模样 并且 还让他们所有人 都收获到了更加珍贵的宝藏 那就是彼此 那些一起经历失败和成功的伙伴 是有多少人渴望的 能够看到这里的人 相信都会受到一点点的鼓励 不要再对未来迷茫 勇敢地往前奔跑 度 是人走出来的 调调大陆的铜罗马 而这期间 你或许会受到很多外界的影响 他们或许也会老乱你的心声 但是 只要你稳心无愧 并且 能够坚持 足勇敢的前进吧 你还没努力过 就别说自己不会行 即便努力后 你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垃圾 但也请不要轻易放弃 这些上没有绝对和一定的存在 但是 即便你走错了 这期间的积累 也是 不会浪费的 最后 很感谢能够收听到这里的伙伴 其实到底大家都懂 不过明天 一定会更好 未来 一定会更棒 在这里 既容易为我很喜欢的作者 在下辙别的话 因为我们大家 都是 我是少年 以为同样的一只 要让大家记住的好人 如果可以的话 还希望你能够点赞 转发 评论 收藏 对我支持一下 高考出身的学子 一定一定要考试 加油 年轻的时候 总得好好努力一次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